文章来源八支晚报 作者徐燕 马祥林 文章版权归 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连纪删除 初八一 各半月 损失最大 湘江之战 简连三末多 中央红军到达陕 北六千爷人 三末还是八末 长征之后还有多少红军 红一方面 均经过一年的长征转战 自1934年10月 中央苏 去出发是八六 末人到1935年10月进入陕 北市部队只剩6000人 当时由市场改任游园三军团 第十三团边城的第十三 大队大队长的陈庚回忆说 我当大队长 骑着马在前面走 不敢回头看 因为一看 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 北市周恩来 面对部队严重的检员 心情沉重地说 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 虽然失去了一些职业 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1936年10月 红一二四方面军都会是陕干宁 经历了长征的红军还剩多少人呢 长征出发一个半月 人员损失大半中央红军 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队伍 是中共中央的所在 也是蒋介石集中重兵 追缴的头号目标 加上长征初期的错误指挥 部队检员 罪力严重 1934年10月中旬 在夜色眼布下 中央红军从大门的渔都 现突破敌军包围圈 开始长征 出发前夕的10月8日 中阁军委做了一个 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 供给统计表 里面分别统计了红军13589 军团和军委纵队 中央纵队共计86789人 上述人员中 除了红军部队外 还有中央纵队中的少量 政府机关人员和机前名 临时召集来搬运物资的民俘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武器 但要十分缺乏 全军共有枪刺墨支 子弹80墨发 平均每支步枪 只有10机发子弹 轻机 枪才有百叶发子弹 中央机关的许多人手里 只有刀锚 长生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徐特立出发时 58岁 为自卫 手里拿住一支红鹰枪 有时还当拐棍用 突为西进之初 由无领导人过分强调保密 事先没有做好动员 光大干部乍事都不知道要到哪 立去 队伍有精战斗考验的老战士来说 坚决服 从命令已成习惯 刚动员参军的一些新战 是和民扑 看到越走越远 却出现思想波动 加上行军疲惫 陆续出 现一些调队落入 在干南越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激烈 缺检员一三 莫人通过第三道 封锁线即将越交界的撑线 至一张一线时 发生了激烈战斗 减 原八千六百炎人 由无红军 在经过越汉别 陆石动员了部分工人入伍 部队略有补充 接近湘江前还有近期莫人 11月下旬 中央红军进 至立无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锁线 经九天血战才杀出一条通道 检员高达三莫多人 特别是多由新兵组成的 八军团下属两个师 几北被打算 全军团紧 剩一千爷人 许多领导人后来感慨 长征前匆忙组建这种新部队 虽名义上增加了 番号却缺乏战斗力 还不如把这些新成奋用 来充十九金战斗断线的老部队 六千中央红军到陕北 迅速恢复发展于张国道 南下错 物行成鲜明对比的是 红一方面军 在北方却获得了新的发展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会合了在当地的红军七千爷人 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 当时陕北人少地平 发展红军困难 物是1936年春 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 扩大了红军八千人 据彭德怀回忆 新参军的大都是由河南 山东流落到山西的人 此前部队经过长征 大都成了空架子 一个团 不过几百人 大仗缴获了枪排 邀请老百姓帮助抗 这是不 对冲实起来 红一军团就有一莫言人 加上红十五军团 也占部队发展到一期 莫人此外 毛泽东还将中央红军的许多干部 派到陕甘地区发展地方武装 地方红军也发展到接莫人 志同年秋在陕甘宁地区的中央军委 直属对红一方面军和地方红军相加 总数发展到三莫言人 有了根据第一托之后 红军又走上了发展壮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 只占原得知 红一方面军在北方的发展后 纷纷议论说 还是中央的北上方真是对的 有无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要求北上 红二方面军领导也坚决 主张北上同中央会合 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会师 过草地 红一方面军五千人 编入红四方面军突破湘江后 中央红军只剩三摸多人 不过大都是意志坚强的古代力量 通过惨痛损失的教训 全军认识到错误指挥了危害 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 随后中央红军在云桂川三省专战途中 虽陆续动员了近末人参军 然而这些新城奔媒 有经过远途行军断检 在急行军中 大都很快掉队 1935年4月 中央红军度过金沙江时减至二 四末人左右 六月间同红四方面军会时减至约一发 末人重新改称红一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刚同红一方面军会失时 因刚刚离开根据地又在川北开批新区 得到补充部队有八莫多人 显得兵强马壮 8月下旬 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通过水草地 当时红一方面军因远真疲惫 至战员多体质衰弱 加上草地环境恶劣 渐缘很大 通过草地后 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军团 只剩8000人 在左路的五九军团 此时改称32军约5000人 九月阴张国道分裂红军 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到达陕北 只剩6000人 而左路军约5000人 而圆红一方面军部队 颠入红四方面军系列 随同载过草地南下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八莫部队 在川西遭到国民党中央军 川军的联合进攻 惊血战后仍站不住脚 被迫1936年初翻 越雪山进入西汤藏区 红四方面军在川汤边 补充凉时级为困难 因战斗 并夺和陶王检员一半 到1936年夏天只剩4末人 长征后人数3末和8末 两说是由不同统计方法造成的 跌流2末5000里 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互斗10年 中断建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 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 和无敌五味精神 红军经历过末里长征 虽然有严重减缘 保存下来的人 却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 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 力量却比过去更强 这既是指挡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已由错误转为正确 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队伍长只结束后红军还有多少人 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如果从1936年10月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 军会实时的全体人数统计 看西北红军超过8末人 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 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对共二 二末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 晒干宁地方红军8000人 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 红二方面军一一末人 红四方面军 集总司令部直属对三发 末人三大主力会失节 数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主力二末多 人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 结果误1937年春季本失败 只剩千爷人到达新疆 或前回陕干根据地 这一时期红军在陕干地区又扩大了一些兵人 至1937年下军委统计 在陕干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 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总计为期 四末人其中总部为4000人 也占部队为四 二末人同年8月红军改编时 也占部队编为八路军三个师 编制四 五末人经历过长征的一些领导人讲话 又常说长征后红军只剩下三末人 这一数字也有其一句 将得只是经过末里 长指到达陕干宁的人员 而不计算陕北红军 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 以及长指结束后西路均损失的人数 经历过长征而圣爷了三末都红军 指战员包括中央红军到达陕北6000人 红25军到达陕北3000人 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干宁一 一末人红四方面军在陕干宁圣爷人员一 四末人对长征后剩下的人数 从不同角度统计 才浮现这两种不同说法 事实证明 经过长征考验的指战员 不仅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 又有了丰富的战争经验 多数战士都可以带兵当干部 红军人数虽减少 革命力量却增强 并终将发展成一只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军 点平军队有根损失才少 红军长征中出限数量减人的历史证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发展壮大 离不开革命根据地 红军离开根据地远征 陈陷入无后方依托作战 除西身外 贵京受缺粮和病恶的折磨 伤病原难 以随军和妥善安置 这都会造成较大损失 而且难以有效补充 红二方面军 红二十五军 在长征中 简缘较少 主要是 采取了走一段路修整一段 并在途中 建立根据地进行补充的方式 中央红军长 正在毛泽东领导 下道打闪 北后获得大发展 更是显示出正确路线的威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